第五場賽事,四班一六五零位 這場是杯賽,儀和杯 拆了一個第二組 樂班有一隻一,包裝全盛 配備改動他也剩下一點 但你身體的馬,四喜鳥 慶高采烈,甘得二,松草之王 三隻大帽子的馬也挺多 帶一條綁來,就是一 立即看看他,包裝全盛,近鏡 一落班,是否立即可以? 以往這個路程當然很準 三班有些捱打 到最後階段,一百米 都扔掉自己的扣鱗 好,看看這隻四喜鳥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懷疑他的能力 但我想這隻馬的心智上 還可以再鎮定一點 特別是兩上圈,很多時他偏向緊張一點 但上次的處理,我覺得一般 重磅外擋,呈到最後 喜連衛星 常常這樣說,這隻馬一般很難揣摩 是否真的很好狀態 因為他經常有一個小肚腩 圓滑綠一點 但最近明顯那一刻雜 是有點鬥心的 這隻慶高采烈,都算五彭治好東西 又幫牠熬到一場,就在泥地 當然田太安的發揮也很好 這次用了中逸禮 但現在這隻馬的僵口好了很多 我相信對於騎的人來說,會易於操控一點 對呀,現在有時跑頭罩都不用,一樣才會贏 這麼有趣 轉場過來跑馬地 看牠拿著一點沙田的級數 可不可以來到跑馬地 有個三檔,形勢好跑的 這隻紅海徑是我自己一隻長筋的馬 因為我覺得牠的能力很好 但牠是生的 這些馬明顯還有些生 上次賽後報紋,亦有些文化 他亦建議連馬斯要跑長一點 落足了 這匹馬,開頭集中跑著泥地 好像不上不下 過了1650兩鋪 一次其實都是賺捕捉形勢 回來第二 牠一向的腳法不夠開揚的馬 這隻很聰明,今年牠也立了不止一輪 貴初贏過,貴中再贏多一場 最後也算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牠四本不太上風 但把握形勢也算是贏得不止一場 大師級,跳就跳五課 你說很特別的狀態,牠不是 在全勝時期,牠會再急勁一點 會有些厚 牠很有趣,彎位階段都會退 所以要早一點要踢 這些今早又是三拍 獨角獸,最近海旁那隻很大隻 今早就帶了一些防山眼罩試 馬都OK,試起來 一路追著前面的天分高,都有一些進步 松草之王落草地 上次一起步那一刻都可以抹 大曼閘,都未預備好 閘箱就開了 牠很快試回貨閘 上次跑完,一個星期後試閘 合格跑得 但試過日後,一來就補不出 看看這隻飛來勁的試閘 牠也是退出過的馬 這隻馬其實在賀賢陣內 牠都不是完全沒有能力 但感覺上好像經常要操練、出賽 都不是像其他四、五歲的馬那樣 那樣正常的感覺 試這個場地都有些濕重 牠是比較黏的 所以一直捉著 牠又不是很厲害 稍稍在終點前追跌而已 對,有時我覺得牠的僵口 都不是那麼暢順 少許額頭、飄厚 馬定基,牠都要 有時懦圈可言 又很流行那些橡筋帶 又要紮住牠 所以牠的馬仍然有點生 來到3T的頭關 四班的1650米 這組我覺得都比較亂 我自己都不知道應該選什麼馬 五、六一對馬我自己經常都跟 金得二和紅海勁 那隻金得二我看牠跑了這麼多次 我覺得牠都是稍為忍住那些跑 好過順勢上前的馬 但近幾次可能檔位、形勢 騎斯和蓮馬斯都是決定上前的 你看到牠回到來 這隻馬就均速 牠不斷 但牠沒有爆炸力 金得二 但留住牠就會好些 但這次三檔怎麼處理 紅海勁我相信牠下季會更加好 但這一組我都繼續跟著牠先 波紋的馬我自己都適合心水 還有一隻就是七、落足鳥 這隻馬很明顯跟潘頓的八字 真的不是很夾檔 每次牠跑不是這樣不妥 又退出又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就不行了 半分周俊樂就是上名的人馬夾檔的配搭 什麼馬放在賽前也挺難去想 如果你放得出 可能跟前翻競跑上次出閘順利 松草之王這些馬的分數 雖然你說四十二分 但這隻馬是保持狀態挺時時正正的 上次很想很快再出 但可惜是後備一保不出的 功夫各樣東西 牠比較四平八穩 純粹漸進這樣做 十一檔我想沒得怎樣想 牠一流又不夠爆 所以希望逼著走前一點 另外就是包裝全城 就是駁牠下班的變數 有個二檔 可以預期守住在內蘭包廂 大概四、五位那一格 始終這個路程 牠算是多惡和憧憬 賀良的馬這麼快交到表現 四歲 都輕輕還有一些進步 這場真的可以再慢慢去 第五場 好,看完五場賽事